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 每年一道茶梅树花开 彩虹鹦鹉开始来吃花蜜的时候 就要开始关照春时湖了 因为现在冬秋这个时间段 是春时湖长花苞的关键时候 有两件事就要开始着手做了 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春时湖控水 我的春时湖都是在户外露养的 像这种这么湿的情况肯定是不行的 一定要控水 但是在露天怎么能控水呢 我现在春时湖是越养越多 所以需要用简单容易的方法来做 今年呢我就用了保鲜膜 把这个盆面盖住 这样把它覆盖好 还是会有一些缝有一些空隙的 但是没有关系 控水呢不是断水 而是让这个水分呢减下来 让春时湖感受到变化 它就会自己去长花苞了 春时湖繁殖养护很简单 这些呢就都是剪之后生成的糕芽 然后养在小杯子里放到院子里就不管了 现在长得都很好 有些有了中止叶 就是说有可能要开花了 所以给它们通通加了保鲜膜控水 以前呢我是用剪开的盖子盖上 不是很方便 现在用保鲜膜就容易方便多了 给全部春时湖都加了盖 加了膜 减少水分 这是几周前的事了 现在来看看结果怎么样 那些剪之繁殖的两年苗呢 还是没有看到变化 但有一些三年苗就已经看到了一些小突起了 这个呢就是将来的花芽 将来的花苞 所以看看这些花苞呢 还是挺多的 所以保鲜膜减水还是很有效的 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越干 越干这个花苞呢越大 就是说控水的作用就是越好 当然也不要太干了 我还是就是这样露天放下雨呢 它还是会给它一些水分的 减水控水 只是帮助春时湖长花苞两件适中的一件 第二件呢 是防止长出来的小突起小点点变成膏眼儿 春时湖花苞都是由这些小点点变成的 但小突起如果养护不当的话 并不能自然长成花苞 而是变成膏眼儿 不小心的话 全部小突起都变成膏眼儿也说不定 从秋天开始 我把春时湖移到这个全阳的地方 加上几个星期前的控水 现在呢是长出了小突起 小点点变 说明这个位置对春时湖花苞的生长是很好的 但是尽管6月在悉尼已经是冬天了 但也是会有高温的时候 看看这个温度计已经到了31度 这也是我最纠结的时候了 如果这些小突起在长到一公分之前 这个温度持续高温的话 这些小点点呢就会变成膏眼儿 我已经有了这种惨痛的教训 所以呢就需要把花盆移到有遮挡的地方防晒 纠结的原因是因为换早了 就会影响长出小突起小点点 但换晚了呢又会变膏眼儿 好在现在是冬天 气温高的时候并不是太多 要多加小心应该就没问题了 过晒是肯定要变膏眼儿的 所以高温防晒就是帮助春石壶长花包的第二件重要事情了 这个视频记录了用保鲜膜控水在户外呢是可行的 另外呢提醒各位 悉尼冬天温度也有可能很高 还是要注意防晒 春石壶是这种很容易繁殖和长大的兰花 但是要让它开花 就要做好控水和防晒 希望这个视频能有帮助 让我们不仅养活春石壶 而且能顺利的养开花 谢谢各位的观看